第一千二百七十一章 走私 听到庄瑞的话后 原本坐在椅子上接电话的李少华 猛地一下站起身来 急切地问道 是美国政府统缉的那个大卫 庄老爹 你确定没有认错 应该不会错吧 彭飞在审问他呢 八九不离十 就是他了 庄瑞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毕竟 这人的相貌和通缉令上的完全不同 如果想要确定他的身份 还是要进行DNA对比的 大卫曾经入狱多次 这点倒是不难做到 真要是他的话 老爹 你可是立功了呀 李少华知道 庄瑞虽然年轻 但做事情还是很稳健的 加上他又是那次劫持事件的当事人 既然说了八九不离十 那基本上就是大卫无疑了 因为这段时间 利比亚地区的局势日渐紧张 英美及北约在非洲的驻军越来越多 就连中非也驻扎了不少北约的军队 如此一来 对国内的这支舰队势必会有一些影响 中国方面正在就国内在非洲的利益在和英美等国家谈判 手上有了大卫这个被美国人恨之入骨的家伙 不亚于拿到了一张好牌 大卫在美国的所作所为 已经超出了这个国际警察可以容忍的底线 美国政府对于他的追击也是不遗余力的 所以 通过抓住大卫可以促使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让步 这对于国家在非洲的各项利益都是有着极大好处的 立功 立什么功呢 等等 立大哥 这个人 我是想让你转交给美国政府 拿了那两亿美金 咱们一人一半 庄瑞对黎绍华的话有些不解 他的初衷也就是如他所说的 不过就是送黎绍华一笔财富罢了 毕竟 对方帮他偷运大兴险 也是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的 多少钱 给我一亿美金 听到庄瑞的话后 林少华沉默了下来 他没想到 庄瑞所谓的送他一笔横财 居然是这么一回事 过了好一会儿 猜苦笑着说道 庄老弟 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这钱我是不能要的 估计就连你那份也不一定能有了 饶使林少华深居高位 也被庄瑞的话给吓了一跳 这可是一亿美元啊 庄瑞居然说送给他客人 以他所处的位置 如果真敢借了这钱 估计回国就要被相关部门请去调查了 而且 如果将人交到国家手里 由相关部门去和美国谈判 这钱未必就能拿到 上升到国家层次的谈判 不是几亿美元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如果美国方面肯就一些问题 做出让步的话 那中方所获得的利益还要更大 别的不说 就是能就中国的一些贪官引渡问题 达成协议的话 那追回的款项就可能是几十上百亿美元 当然 具体怎么操作 那就是相关部门的事情了 李少华也知道一些里面相关的门道 所以先提醒了庄瑞一句 我说李哥 这可不成了 这钱还有我那小兄弟的一份呢 如果要交给国家的话 我不如直接交给美国人了 倒不是庄瑞交情 这大卫的确是彭飞抓到的 自己交给李少华处置 已经有点那啥了 如果在一分钱拿不到的话 就算他和彭飞信如兄弟 也怕对方会有什么想法的 李少华文言笑了起来 有些无赖的说道 完了 这事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要是不想让宋军或者家里人 给你打电话的话 尽管交给美国人去 似乎感觉自个儿的话 有点不进行李 电话里的声音顿了一下 李少华接着说道 老弟 这事如果操作好了 也不会让你吃亏的 放心吧 彭飞那边 应该会给他一些补偿的 或者让你转交也是一样的 好吧 不过李大哥 还有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帮忙 找一些口风比较严实的战士 来帮我拆卸点东西 最好多带点专业工具过来 呃 李正马上会赶到你那里 当时候 让他带队就行了 庄瑞想了一下 点头答应了下来 彭飞也不是个财迷的家伙 如果他不满的话 最多自个掏钱补贴的就是了 几亿人民币 庄瑞还是掏得起的 不过 让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李少华 庄瑞还是要提出点要求的 单凭宣瑞号上的几十号船员水手 来拆卸这座黄金城 效率未免低了些 所以 他把脑筋打到了李少华的身上 在现代化军队里 海军的后勤保障制度 甚至比空军还要完善 技术工种也是最多的 各种工具更是不用说了 所以 只要李少华答应下来 庄瑞有把握在三天之内 就将这座黄金城拆得片甲不留 更重要的是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之 用部队里的这些人 绝对不予会有什么口风传到国际社会上的 而且 庄瑞甚至都不用支付给他们一分钱 拆卸什么东西 你想干什么呢 李少华不知道庄瑞打的什么主意 却是不敢贸然答应下来 要知道 他在国外的一举一动 都是被人盯着的 稍有不慎 就会闹出外交事件来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半真半假的说道 李大哥 我在刚果森林里 发现了一座古代遗址 里面有极珍贵的文物 你也知道 我就是玩这个的 当然要带回国内去了 你小子 感情让我帮你走私呢 行了 我答应你了 给你一百名战士 再带些切割工具过去 李少华文言倒是放下心来 他帮庄瑞投运大行鞋 其实也算是走私了 再运点古董艺术品什么的 那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民间或者私人组建的探险队 即使在别的国家内 寻找到了珍贵的宝藏 只要那个国家没有宣布 这些宝藏为国家所有事 只要你有本事将其运出去 一般来说 当时的国家也只能自然倒霉了 就像位于哥伦比亚的那个黄金湖 在上个世纪 有无数的冒险者去那里打捞宝藏 很多人都收获破风 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哥伦比亚政府才宣布将那里戒严 出动军队来保护这个黄金湖 将其归为了国有 但是之前打捞到的宝贝 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追回了 所以 庄瑞如果在刚果森林里发现了什么宝藏 就算运出去后 宣布得到宝藏的地点 刚果政府也只能不痛不痒地提出几句抗议声 却是拿庄瑞无可奈何的 当然 这一切都是要保证你的寻宝行动 没有惊动当时国的前提下进行的 和国家对这方面的保护力度 法律法规也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 那就属于盗决行为 外国冒险者们抓住了 即使不喊刑 也会被驱逐出境的 不过 在中非这混乱的大环境里 就不算什么事了 庄瑞刚和李少华通完电话 彭飞就从城堡外 攀着藤蔓麻了进来 人呢 不是说让你看好他吗 见到彭飞一个人进来 庄瑞不禁着急了 那小子现在关系的 可不是钱的事情了 没事 我把他打晕了 还绑在树上呢 跑不掉 这事国家接手了 估计那两亿美元也拿不到了 飞子 这钱我不给你吧 俗话说 亲兄弟明算账 两人的关系即使再好 庄瑞也要把话给说透了 至于要不要 那就是彭飞的事情了 彭飞文言撇了撇嘴 不以为意的说道 庄哥 我就知道 你肯定把这事给捅上去 也别说什么不给我的事了 碰着那小子 纯束侥幸 对了 你朝思暮想的那个宣德卢的下落 我也问出来了 不过 那里还有几个武装人员在守卫呢 国人数千年继承下来的刑讯逼顾 那绝对是老外们所拍马不及的 不过短短的半个小时 彭飞就连大卫三岁的时候 偷看他撕鬼老爸和妓女圈圈叉叉的事情 都给拷问了出来 哦 这大卫还真是个宋才童子啊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那个宣德卢 他的确惦记了很长时间 现在能回到自己手中 是绝对的意外之喜 有了黎绍华的大力支持 庄瑞投运黄金城的计划 几乎就完成了一半 当天傍晚时分 三架没有任何标识的大型载人直升飞机 来到了庄瑞的指定地点 将41只大猩猩 全部运回到了玄瑞号上 大胡子船长早就接到了庄瑞的电话 在底舱内改造出来了十多个临时的房间 用于安置这些大猩猩们 他是跑老了船的人 对于偷运点动物什么的 更是没有丝毫的心理障碍 来到非洲这地方 不走私点东西回去 那才是不正常的呢 庄瑞和彭飞带着大卫 都返回了神日号 当天深夜就把大卫 移交给了李少华 至于大卫能在某些层次的谈判中 起到多大的作用 那就不是庄瑞所操心的了 第十二章 失而复得 李正 情况怎么样 在刚进入刚果森林五十公里左右的一处葱林里 三个身影相隔了差不多一百多米 借着夜幕的掩护正在悄悄的向前行进着 专哥 已经发现了那座村落 大卫给的情报都是真的 你在后面稍等一下 让彭飞过来 李正的声音从耳脉里传了出来 他是潜伏和反潜伏的专家 想悄无声息的干掉留守在大卫老巢里面的人 没他还真不行 为了此次行动 和等待李正从轩瑞岛回来 庄瑞还推迟了一天 翻运黄金城的工程 反正那座城堡在森林深处 一时半会儿的也不会被人发现 大卫并非什么硬骨头 在彭飞稍微对他实施了点分金错过的手段 这哥们就嗷嗷的全照了 好 你们注意安全 大卫应该不会说谎的 里面就是三个人 多留心一下有灯光的房子 对于这个不大的村落 庄瑞是早已将其尽收眼底 眼下那留守的三个人 正在一个书屋里喝着酒 没有了女人 这些人只能拿酒来解闷了 总不能找个猴子 去发泄一番吧 庄哥 全干屌 李震询问了一句 一个不留 有了大卫就足够了 欢称几年前的庄瑞 未必就会如此心狠手达 但是经历了那次海上历险之后 庄瑞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做事情不喜欢再留下隐患 而消除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磨杀敌人 而且之前在审问大卫的时候 他得知这帮子俄罗斯恶官们在非洲简直就是无恶不作 烧杀抢掠 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杀掉这几个人 庄瑞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庄哥 您放心吧 一个都跑不掉 李震和庄瑞说话间 彭飞也赶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的摸进了村落里 根本就不用查找 就听到一个树屋里传来吵杂的喧闹声 李震和彭飞对了些眼神 悄无声息的分别从两边爬上了一棵 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 几声清脆的响声过后 森林里又恢复了寂静 咔 你们俩小子恶不恶心呢 庄瑞在爬上树屋之后 顿时被房中的情形勒得不轻 因为他看到 三个赤身裸体的老爷们 搂抱在一起 在他们身下 一滴滴鲜血 从木板床上往下渗透着 彭飞文言笑了起来 说道 嘿嘿 庄哥 这个可不是我们干的 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们正亲热着呢 是啊 妈的 还是三聘呢 老外就是开放 李震也在一旁打趣着 在国外的军队里 同性恋是一种机器常见的行为 像美国军队的同性恋 就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几乎都是被默认存在的 庄瑞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把他们丢树下去吧 默飞 报告这里的坐标 当黎大哥的飞机过来 庄瑞交代完之后 静止走到屋子一角 将一个用森林里的枯藤编制的箱子给打开了 妈的 真是报天天物呢 打开箱子后 庄瑞顿时心疼不已 因为他发现 大卫将那宣德卢 和一些与黄金城里的器皿 即像的金银器摆在了一起 导致宣德卢上面沾染了不少的秀迹 不过 金银器的出现也说明 大卫的地图的确是出自这个部落 估计是部落里的人 以前曾经深入到丛林里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 才从黄金城里得到了这些个物件 把宣德卢拿出来 庄瑞使劲地用衣袖擦了擦 还好 宣德卢的烧纸工艺决定了 他那富凡的品质 在经过庄瑞的简单擦拭后 上面秀结进去 露出了近似紫金般的色彩 青铜管又多了一件镇管制宝了 宣德卢的势而复得 让庄瑞的心情大好 这个从明代以后 艳品极多的物件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被判定为真品 等到这尊宣德卢问世 相信可以填补 这方面的空白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后 直升机的轰鸣声 在丛林上方详细 彭飞爬到树顶 打开了一盏强光灯 在得到他们的确切位置后 一根绳索从直升机上掉了下来 带着宣德卢 以及那个放置着金银器的箱子 庄瑞三个人爬上了直升机 直接返回到了宣德号上 在庄瑞心里 这尊宣德卢的价值 还要在那黄金城之上 绝对不容有失 第二天一早 庄瑞宣瑞号所购买的直升机 和黎少华派出的三架大型运输直升机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 飞到了刚果丛林里 由于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没有当地的武装力量进行拦截 庄瑞几人乘坐的直升机最先抵达 好在湖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 足够几架直升机停放的 在湖边的轻尸板上 已经裂开了层层端弯 这是巨蟒头颅霸炸后 身躯从二十多米处摔下来时 所导致的 不过湖边的血迹 却是少了很多 都被森林里的动物给舔尸掉了 更为夸张的是 仅仅间隔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巨蟒和史前巨鳄的皮肉 已经全部都被啃尸一光了 只剩下两具庞大的骨骼 暴晒在阳光之下 从直升机上下来之后 看着那两具通体血白的巨大骨骼 跟随庄瑞先行过来的七八个人 都是看直了眼 估计就是电影 《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 也没有如此大的提醒吧 过了好半晌 李震先回过身来 一把拉住庄瑞嚷嚷道 我靠 这太刺激了 庄哥 不行 下次我要跟着你 不能什么好事 都让鹏飞这小子给占了 像这种经历 恐怕就是那些 整天钻山窝爬雪山 过丛林的探险家们 一生也难以经历一次的 而鹏飞跟着庄瑞 却是刺激不断 说老实话 李震真的是有点眼红鹏飞了 你小子以为很舒服呢 妈的 那巨猫差点一口 就把我给吞下去了 你不知道 我那会儿心脏都差点蹦出来了 鹏飞的话 虽然说得很真实 不过炫耀的成分很大 听得李震的眼睛都快发红了 对于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来说 平日里 可是不大容易寻找刺激的 庄瑞笑着 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说道 行了 李震 过几天 咱们会进行深海打捞的 到时候 你负责潜水就行了 那片海域 有不少的杀人精和虎沙呢 到时候 有的是刺激 在返航的时候 会经过大西洋的一处深海 庄瑞知道 那里有一艘沉船 打捞难度不是太高 庄瑞准备顺手 将其给打捞上来 里面所蕴藏的财富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不无小补 还是算了吧 我水性不好 听到庄瑞的话后 李震缩了缩脖子 在丛林里遇到危险 还能借助地形和自助武器 进行躲避反击 但是 在茫茫大海里和鲨鱼争斗 李震还没那胆子 他只是想找刺激 而不是找死呢 好了 大家都先忙起来吧 把这鳄鱼的牙齿都给拔下来 要不然 等那帮子大兵来了 可就没你们的份了 这两只骨骼最大的价值 应该就在牙齿上了 尤其是那只史前巨鹅 像是宝剑一般的锋利牙齿 不但有极高的古生物研究价值 就是一些收藏家们 也会竞相争抢的 听到庄瑞的话后 几个船员纷纷拿着工具 上前翘了起来 就连彭飞和李震 也是争先恐后的 上前去抢夺 把这玩意儿供在家里 那绝对是百歇不亲的 庄瑞没有和他们争抢巨鹅的牙齿 而是拿李拔电锯 直接将巨蟒 墨盘大小的舌头给锯了下来 里面的几个獠牙也保留住了 巨蟒的皮肉已经被啃食得干干净净 就连眼中的腐烂物 都被食腐动物吃得一点不剩 巨大的舌头光滑异常 再配着下面的河谷与牙齿 显得异常的争鸣 庄瑞玩收藏是行家 他知道 这么一件战利品 如果被那些富有的 欧洲收藏动物标本的藏家们看到 估计就是上亿美元 都有人愿意买的 虽然已经打通了各方面的关系 但是 几架直升机 还是分为不同的时间段 进入森林 等了差不多一个上午 黎少华派出的三架大型运输机 全部停到了湖边 而带队的人 正是庄瑞熟识的周亮 果然不出庄瑞所料 这后面来到的百十个士兵 和庄瑞船上的一些水手们 在见到两具史前怪物的尸体后 在震惊之余 顿时都眼红了 在周亮征得了庄瑞的同意后 一个个像是狼崽子似的 生生的将两具庞大的骨骼 给搬到了几架直升机上 好在 直升机返航并不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在庄瑞的安排下 一共一百五十多个人 开始忙碌起来 俗话说 人多力量大 短短的七八个小时之后 占地面积不算小的 这座城堡外围的藤蔓 全部都被清理了出来 在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以后 第一次完整的出现在了这个世界 落日的余晖洒在通体金黄的城堡上 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将不远处的湖面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